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程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HelloGridView这一个 我想有去做的人应该到部分都做出来 但是其实你做的时候 第一个,你有两个Java程式档 你有两个Java程式档 先把它全部关掉好了 你有第一个Java程式档叫做HelloGridView.java 然后呢,第二个Java程式档叫做ImageAdapter.java OK 那这两个.java档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有 我有做广播吗 有吗 有吗 看一下 有啦 那这两个Java档真的还不容易看懂 我会这样觉得 而且Android的整个 整个程式设计的那个framework 就是它的整个 韩式库架构而言 它设计的 非常的有技巧 但是这个技巧性也就代表说它不容易理解 那我们现在试图来理解这个程式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第一个你做了 做的事情 第一个你在这里放了一堆图 对不对 res.java里面放了一堆图 基本上有八个图 OK 那你在main.sm楼里面呢宣告了一个GridView OK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偏向于资源的东西 那GridView就代表说我这个整个Android的界面里面就只有一个GridView 这一个原件 那至于属性这个各位应该都已经会了 那这一个GridView其实占满整个画面的 所以它至终而且它设定了像ViewParent 整个占满之类的这些属性 那接下来呢 你在程式里面用这一个GridView 等于GridView.FindViewById 去把刚刚的那一个sm楼所代表的View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用SetAdapter去设定 说这个GridView里面真正要显示的东西 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一个东西叫做ImageAdapter 那ImageAdapter又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你写的第二个程式 这个是ImageAdapter 那ImageAdapter这一个程式 它是Extends BaseAdapter 所以这代表BaseAdapter在Android里面 是一个用来做呈现上面的 适应上面的一个容器 OK 那这个容器呢 我们只要去扩充它 我们就可以把它塞到另外一些 呈现界面里面 去真正做呈现 那你可以看到它一开始呢 这个其实目前根本没有用到 所以 所以 还好 这个不用解释 因为它只是用来储存一些内容而已 那这边呢 是要传回说 我现在这一个 这一个Grid到底有几个东西 那所以 它传回的是 msubid.length 那msubid又是什么呢 msubid是这个 那这一个 点lens那会有几个 12345678 910 11 应该有22个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123 然后123456 到底有几个 说真的算不太清楚 20几个 差不多啦 20几个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图片其实有重复 它总共只有8张图片而已 那你看这一张就是这一张 有没有看到 这一张就是这一张 但为了不要做那么多图片 所以 它其实有点摸鱼啦 不然它应该直接给你22张图片了 但是为了不要做那么多图片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所以这边重复了 那这边呢 跟后面应该有一些是重复的 OK OK 它有 有一点交错性 那有重复到 OK 好 像这一张 这一张呢 就跟这一张又重复了 有没有 这一张跟这一张是重复的 所以它其实 总共8张图片 大致每一张重复了将近3次 所以它做出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就是 总共22张图片 实际上只有8张 但是每一张 大致上重复3次 所以就是 变成22次 那我把它的内容呢 这个image adapter里面 其实就有这 这些图片 那我真正显示的时候 我其实似乎叫image view image view 这一个物件 才是真正的显示物件 才是真正的显示物件 但是 这个gate view呢 是这种 这种 base adapter 一定要 实作的一个函数 那它实际上传回的就是那个真正显示物件 get view要传回真正显示物件 所以这边是image view 所以这边是image view 它传回的就是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显示物件 所以最后它把return的时候 把image view传回来 那它一开始进去呢 它就建立一个image view 然后设定layout parameter 设定layout parameter 然后layout parameter是8585 这个意思我猜应该是 每一张图片的大小是85乘85 OK 那setScaleType是 image view.ScaleType.CenterChop CenterCorp CenterCorp是 是至中 然后应该是节调或之类的 属性 好 那这是 这边有 这边有说明 就是 我刚刚移上去 他说 Scale the image uniformly solid both dimensions were equal to all larger land the cross-function dimension of the view 他说 就是让你的影像呢 是均匀的放大 那刚好可以 可以 可以 放入那个格子 均匀的放大 OK 这是它的 ScaleType 接下来 setPadding 那这个Padding 如果你学过HTML 你大概就会知道 它是 那个图外面的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外面 其实是有一点框存在的 那个Padding 是8 应该是8个Pixel 就8个点 好 那所以 它真正的显示 是在这里 那你这里 你会看到 Android的一些 程式设计特性 它很多东西 都会有context 然后呢 你 你这次进去 跟下次进去 第一次进去 跟第二次进去 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 这是Nure 所以它会建立新的物件 第二次进去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建立了 你把它 把它设定成上次的就好了 这个上次的 OK 好 所以这样子 可以让它的显示呢 不耗费太多资源 如果你每次都Nure的话 那你系统资源 一下子就用光了 OK 好 那这里 它用的一个技巧 是用了Adapter 这个去实作 好 那最后呢 怎么互动性呢 这边是比较难的地方 它说 GridView.setOnItemClickListen 那这个 NewOnItemClickListen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 OnItemClick 这个东西 这一个 这一个函数里面呢 它会去呼叫Toast Toast是一个 可以显示讯息的物件 那它点MakeTest 就让这个 这个物件呢 显示这样的讯息 这个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 位置 把位置显示出来 然后 它的 讯息长度是短的 短形态的讯息 OK 那最后呼叫点秀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看 稍微看一下 这个界面好了 当我 点上去的时候 你有沒有看到Toast 出来了 有看到Toast吗 Toast在哪里 有没有 那个14 现在我点了 这第14章 有没有 第17章 看到了没有 第12章 第15章 OK 这个就叫Toast 这一个 这一个 临时显示的一个小讯息 而且很快就不见了 这个叫Toast 现在我点第20章 OK 21章 这个叫Toast 那现在 每当有人点下去的时候 它就显示